美股走势评论22年7月24日 Todd Butterfield 威克夫 SMI 纳斯达克 WWG大盘 上周三我们收到了一个卖出信号 上周五走势还是显示弱势状态 Tech指标还是读出超买状态 我们估计本周走势还是会在卖出状态中 SPY大盘同样的迹象 上周三显示了卖出信号 上周五收了底盘 在短线我们对它是看跌 等Tech读出超卖我们会考虑做多 美国拆拳TL7大盘走势碰到了阻力 Tech在接近超买 在短线我们对它是看涨态度 估计上升是上冲 黄金走势还是下降趋势线状态 我们认为本周Tech会接近超卖 并走势要建立底部 我们会留意做多 估计在短线价格最少也会反弹到32美元的位置 美元EUP大盘 我们认为走势建立了顶点 下跌走势开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